大家好欢迎收看客新闻 我是Shana 随着疫情的升温带动了一波受贿的题材 现在快筛检测界他们的订单直接大爆增 近期有人说在黑市已经开始流窜了 有人在卖快筛检测剂 一盒你知道卖多少吗 要卖一万块 却依然能造成抢购 检测其实是有分三种的 第一种是PCR 再来就是抗体快筛 再来就是最普及的抗原快筛 这边的话都帮大家整理好了 抗原快筛只要15分钟 就知道你是不是天选之人 不过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可能出现胃阳性或胃阴性的结果 随着快筛的需求增大 检测族群开始成为了盘面上的人气指标 你们都压哪些宝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课新闻我们下次见 拜拜